谭老师很多人买菜回家以后 其实保存的部分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先请老师教我们一下 这些食材到底要怎么样保存 其实如果是像新鲜的蔬菜的话 你就用厨房纸巾把它稍微包一下 然后放到塑胶袋里面去 但是你不要用风 为什么呢 因为你水分没有办法出去 它里面容易长眉 所以要用厨房纸巾 你稍微包裹住它的身体就好 然后你记得要放的位置 是顺着它生长的方向去放 所以就直接把它包着 对 以前的话是常常有报纸 有的人是还用报纸包 现在不要用报纸了 因为有油膜 也很少报纸了 但是也不要用报纸包 其实像小黄瓜就洗干净之后 把它用厨房纸巾放着 这个是你很快就要吃的 那你就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去 然后就是不用完全密封 让它留一个孔 因为这个是调节水分的作用 大概是几天之内 今天还是三天之后 你这样放的话 其实都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 然后就顺着它生长的方向去放 这个我听不太懂 所以是菜要 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生长的是 怎么生长 这里有它的头 然后它是这样子长的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放 然后那个像菠菜 那你就稍微写一点 那菠菜也是要整把这样子放高高 它一定不可能有这么长 所以你稍微写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那个地头地方在下面 这样才不会压坏它 对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肉呢 你大概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个呢 就是先 你要先腌的 那当然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把它 就是比如说里脊肉 你就把它挤片 然后你就可以先腌 酱油这些 但是如果是排骨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汆烫过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说它汆烫水 那个排骨这些一定要记得 冷水的时候下锅 冷水的时候下锅 不要热水的时候才把它丢进去 对 因为蛋白质预热会凝固 那如果说你是煮了一锅水 把它丢进去 其实它里面血水出不来 你吃起来会比较腥 那你就可以冷水的时候 就是先下锅去汆烫 汆烫完之后 你就分几份这样子去把它保存 这样会比较安全 那像我们会发这些什么木耳 或者是香菇这一类的 对 要泡的 先用水把它冲干净 因为它在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一些脏污 那冲了之后 你加水去泡 但是不要在室温下泡 你要放到冰箱里面去泡 而且不要泡超过四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四个小时 它其实就需要换水 对 那过去中国大陆 他们是发现泡了一天 结果就产生巴克烈酸 还有你泡好的木耳 你就把水分沥干 你今天就把它用完 中国大陆他们就发现泡两天 就是泡好之后 它放在冰箱两天 一样有巴克烈酸的产生 很多人在说隔夜菜会不会致癌 其实隔夜菜 为什么会有隔夜菜致癌这种说法 因为过去是以粪肥 然后现在是以淡肥 所以我们的深绿色蔬菜 这些什么红白萝卜 都有这些硝酸盐 但是去年杨明焦大做了一个研究 新的研究 对 体内的这个 如果你吃这个硝酸 也会让体内的一氧化氮上升 那比较不会引起 这个心脏血管疾病 但是大家也不要 因为听我这样一讲 就把菜煮了隔天吃 真的不需要 这还是新鲜最好 但是接下来 老师要教我们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隔夜饭 隔夜饭 大家都说炒饭的话 一定要隔夜 那个白米才会粒粒分明 才会好吃 但是又有人讲说 隔夜饭可能不太好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过去曾经发现 有这个癌症的病人 吃隔夜饭之后 结果半死掉 这太可怕了 对 但是其实 这个隔夜饭怎么样 才会安全 就是你煮好饭之后 你知道你今天吃不完 你就把那个 你要不能吃的地方 就是不吃的地方 先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 你记得放到冰箱去保存 不要放到凉了 就是它热热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 研究师有讲过 7到60度是长菌的温度 所以你摸起来觉得 热不会烫你的手 你就放到冰箱去保存 其实要粒粒分明 先把蛋拌到饭里面去 真的假的 所以这已经是先 把蛋拌进去了 对 是黄黄的 然后要粒粒分明 是这样子 对 其实你就可以 就是你在隔天 你要炒的时候 你很简单 你就是把那个饭有没有 拌水 然后就是拌蛋 那有的人更讲究一点 就只拌蛋黄 为什么 颜色会很漂亮 这个到底 我们老师要怎么样做 这个荷叶的好吃的炒饭 它已经拌 而且它已经拌好了 我已经 就是你热的时候 不能拌蛋黄 热的时候不行 对 我是前一天的时候 把饭放到冰箱去冷藏 然后记得开一个缝 让它水分可以增加 可以蒸发掉 不要那么样子的 那个就太潮湿了 然后你就是把它 这个拌 隔天早上 你就可以拌蛋 要炒的时候拌蛋 跟盐 就这样子 一定要隔一夜而已吗 我可以隔三月吗 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这种饭的东西 你保存不要超过两天 然后你记得 要确实地加热到 每一个都是熟的 所以你就是可以 就是慢慢地炒它 那我今天 加了一点地鸡刀 我们知道豆子比较难熟 因为只是让它颜色纤维 因为我们知道炒饭 就是没什么纤维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纤维 所以我就是加了这个四季豆 那其实你还可以怎么样 加一点 像我今天就加了这个新鲜的木耳 那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打成碎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只吃炒饭都是淀粉 纤维不够我觉得不好 那你就加上 那其实你也可以再打一些红萝卜 这样颜色会很漂亮 然后你就是慢慢炒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学问 就是把它炒到 炒到它一粒一粒的就可以了 有的不是说什么火要很大 然后在那边弄的 不用吗 对啊 其实因为我个人从来不包香 因为我觉得 等到你弄得满屋子都是油烟的时候 要在清的时候真的很累 那我觉得妈妈也不要太累 就是一样就是轻松就好了 所以你就慢慢地炒它 把它炒到熟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你看 因为我是拌蛋的关系 所以它现在也不会黏在一起 所以我们也不用甩锅在那边一压 都不用 就是让它慢慢地让它熟 下面都煎得有一点点焦焦的 然后再放就好了 那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隔夜的东西到底可以放多久 我请教一下 比如说像面包好了 我今天本来想带一个面包 那个我大概放了三四天再冰箱吧 但是我不知道呢 我到底炒一炒还去吃吗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面包 我们在卖场买的面包 其实它上面都有一个保存期限 对啊 热肉蛋是OK的 对 如果在保存期限里面是OK 那如果说它没有标表保存期限 或者说已经保存期限已经过了 对 或者说它还没有炒到保存期限 如果你打开它已经有变质了 有不好味道 那就不要吃了 因为很多人会买一条吐司嘛 然后整个吐司 然后就把它捏吃不完 对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保存期限 只要是看保存期限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吐司都不会很久 都很短 真的假的 面包都很短 都大概几天 都几天而已 我看面包一般大部分 我们卖场看的都没多久 那如果我们放到冷冻的话呢 还是要 超保存期限还是要把它吃掉 就大家都觉得冷冻是万能 只要放到冷冻裤 它永远都不会坏 豆花可以放几天 对 豆花 豆花的 因为礼拜六买了一个豆花 昨天晚上把它吃掉 那吃之前就一直有没有酸掉 很像没有 又很像怪怪的 那我要是把它吃过 心中觉得有一些 心中觉得怪怪的 对 其实就是一般买的豆花 它也没有一些 保存期限 对 通常它都没有保存期限 过礼拜六 那倒几天 两天 对 我觉得太久了 太久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炒饭 已经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对 但是我建议隔夜的饭 一定无论如何要炒到非常的熟 所以不要再迷恋那个很多人 就喜欢那个甜滴 甜滴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清甜味道 就很多东西不煮得很熟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吃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所以安全很重要 所以你要把那个 所有的东西都煮到熟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四季豆 它有一个天然的那个豆皂素 如果没有煮到很熟的话 它吃得很容易拉肚子 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想说怎么炒那么久 四季豆一定要炒到全熟 对 因为有病人 他就是四季豆没有吃全熟 结果后来到最后还败血症了 所以 好严重 豆类一定要煮全熟 包括黄豆也是要煮到全熟 对 所以我们平常吃毛豆那个也是 它是冷的 但是它已经是煮熟的 对 毛豆它煮熟 但是我通常还会复热 毛豆还会加热 不是丁丁的吃 对啊 不然我们一定也吃 我觉得它复热过后比较好吃 是哦 那你凉面会复热吗 其实凉面我一定会买 放在冷藏里面的 而且买了凉面要赶快吃完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也曾经有人买凉面 买那个沙拉 就老板叫他做其他事 结果呢 他后来吃了 结果就非常严重的细菌感染 对 所以那个冷藏的东西 离开冷藏是要赶快把它吃掉 因为我们平常看人家卖那个凉面 它不是都是一堆一堆毛 前面吗 然后就赶快 我都买冷藏的凉面 都买冷藏的凉面 对 陈医生觉得这么好吃吗 好吃耶 蛋香 蛋香很多 有没有粒粒分明 对 真粒粒分明 因为这个拌了蛋之后 它不会黏在一起 对 真的耶 所以重点就是在先拌那个蛋 然后再把它冷藏 对 有的人比较烤就让那个黄 更黄之后就只要拌蛋黄 哇 好 这是无毒的隔夜炒饭